所以咱们这个从小就补钙从娃娃抓起的话会不会就会好一点呢 咱们别等了老年人之后骨质疏松了退校布林店了再补钙不就晚了吗 小孩如果真是出现缺钙呢 那毛毛还真得去补这个东西 但是呢如果是补的量又是说超量了 也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咱们那个最明显的能够好发出来两处 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前信和后信 叫信门啊 小孩头颅当中有这个信门 它那是软骨 如果是钙给多了会造成信门过早的闭合 那又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前信后信过早闭合 它会造成我们的头颅的容积将来长不大了 那么也就是将来我们的脑发育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个肠骨 四肢骨这些肠骨两端是软骨 如果是过量的去补钙 就会造成软骨 提前闭合 提前骨化 那么就造成什么 这个骨骼没办法长长 没办法长粗了 所以过早补钙的话 就个儿就长不起来 个儿长不起来 它对于小孩来说 其实过度的补钙的话 非但不能让孩子长个 孩子这个个儿还会停止发育 对 孩子对于钙的那个吸收率 要远远大于成年人 他吃进去一克钙 他可以吸收零点五克 就是大概只能够吸收一半 我们成年人只能吸收百分之二十 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比例 所以说呢 是不是需要补 我们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 嗯